当地时间22号 对秘鲁进行正式访问 仪仗队长请李克强检阅仪仗队 军乐队奏中碧两国国歌 军乐队奏中碧两国国歌 李克强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 对乌马拉总统的亲切问候 李克强表示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中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一切文化文明交流互建 促进两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繁荣 共同丰富世界文明多样性 李克强指出 中碧均致力于推进经济发展 改善民生深化互利合作 两国携手共同发展面临新的机遇 下一步能和装备合作 构建石油清洁油合作产业链 中方院根据必方需求和规划 充分利用铁路港口电力通信等领域 产能和技术优势 积极参与两洋铁路等 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加强技术转让和经验分享 第三方开放 谋求两国双赢 多方共赢 期待币方为中资企业再币投资新业 提供更多支持和便利 乌玛拉热烈欢迎李克强访问秘鲁 他表示 币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 愿与中方共同努力 推动币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 两洋铁路规划建设 对币八中三国乃至本地区经济发展十分重要 中方的参与必不可少 欢迎中方扩大对币采矿业等工业领域的投资 向币转让技术 这将有助于币工业化进程 双边在农业化交流 会谈后 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了 双边产能、能源矿业、基础设施建设 检疫、医疗、航天等领域合作文件的签署 双方还发表了中碧政府联合声明